观众朋友们好 这里又是大脑投资的 修贴频道 不是大脑的频道 现在已经快一点钟了 来了一个本地战术朋友的车 这个吉利第号EC820 他来的时候就跟人说 要换半树球龙响 但是这边确确实是没有半树球龙卖了 都是换总成 不像以前他们有半树球龙卖 现在都是换总成了 没有半树球龙 我们就在他举起来看一下 结果发现了确确实是失败了问题 他打方向往前走的时候 咔咔咔咔咔的响 我们观察一下吧 是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吉利第号 巴西820 里边上我跟他后面检查过 都没什么问题 跑了十几万公里了 然后车主在那里 用点处理一下螺丝 我们看一下这个什么问题 看到没有 这个半树球龙套子烂了 一定要计时更换 要不然尽随尽杀 这个球龙毁了的话 就只换半树总成 两边都一样的 包括里面雷球龙套子也是一样的 现在这边他们都是卖总成 不卖球龙了 修理工也嫌麻烦 卖配件的也嫌麻烦 所以说这动不动的就是总成 这个也是坏的 看到没有 里面也是漏油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一旦发现 这个球龙套漏油 就尽快及时更换 要不然尽水尽沙 那就废了 直接废了 必须更换总成 OK 开始干 马上开始干 现在这个半树的话 羊角的头已经拿出来了 还有里面一头 敲棍敲一下就拿出来了 两边都羊角的头拿出来了 新半树已经拿来了一只了 左边那只拿到了 右边那只还没拿过来 马上把它敲一下来就换了 敲棍直接把它怼出来 里面有根卡簧 这个肯定要漏油的 到时候还得加油 OK 开干 刚刚换的那个吉利 820的这个两个半树已经走了 车已经走了 给它换好 试车没问题 不响了 这次球龙套子烂了之后 里面球龙吸叉了 这个也是一样的 两个半树一起换 马上又来了一个 开进来吧 开进来 江淮润风 检查一下怎么回事 有生意干也不错 江淮润风的话漏水严重 这个位置好像是上面那个水管之 那个头子漏水 看到没有 这个头子漏水不好弄 还有就是这个前轮 摆动特别大 然后这晃荡荡荡荡 前轮露天 还有就是后面 啊 钢板能夹吗 后面这片钢板的呢 钢板 你这已经夹了一片了吗 还要加一个吗 还加一个 嗯 加肯定是能夹加的呀 可以加吧 可以加可以加 钢板能夹加 我看 就这些问题 一个前轮竹城 到底是竹头还是竹城 劈它了 然后那边那个管子漏水 后面要加钢板 看看怎么说吧 啊 门空了 休息一下 刚刚把这个 吉利两根半株换走了 然后又来了一个江湖润风 润风天的话 给它剪掉它的底盘 后面要加两片钢板 前轮又前轮这个竹头 竹城坏了 应该是 还有一个后面 一个小水管 那个 节头出了水 要拆螺丝 那个非常麻烦 我跟它报了公司费 它先贵了不休 因为它自己买材料 这些都是云运材料 也就是说 拉客的 他们很多东西都自己知道 价钱 所以说 我报的公司费 也还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它还是先贵了 没办法 那就不休了 不休吧 又继续等生意 今天就暂时高一段了吧 然后换了两根版主 是包工包料 利润还算可以 利润可以了 OK 下个视频见 朋友们 拜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到了头子 修车频道 不到家的频道了 早上不是我投个视频里面说了 这个江淮顺风车 跟它报了价 它不休又回来了吧 我真服了 这天都黑了 它又跑回来找我跟它修 现在又增加了一些项目 连包工包料 一起 两千块钱 你们看一下划不划算 我跟大家看一下修些什么东西 这就是早上上一个视频里面 检查了江淮顺风 它嫌贵了 它跑了 跑了 这晚上天黑了 它跑过来修 后边换两根后剪 这根剪针器漏油了 这边跟剪针器漏油 然后已经拿过来了 看到没有 两根后剪 还有一块钢板 它在第二盘钢板在里面断了 东西螺丝那个位置断了 也就是说两根后剪 一块钢板 还有一个就是前轮竹腾 前轮竹腾两个 加油风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还有一根钱剪 前面剪针器 三根剪针器 然后换个机油 机油刚刚放了 换个机油 还有就是那根水管 我跟大家看一下 那根水管早上漏水那里 看到没有了黄色 黄色那个运色那里 漏水 我要把它跟水管处理好 然后房东也一起 这根剪针器 这个钱就是鲁腾嘛 这些材料加工作费 一起两千块钱 这下他要包工包料 跑过来修 哎呦 早上叫他修 他不修 跟我说 现在一起 一起跟他修 好了 今晚上加个班 开始修 现在这个轮风厚剪 换上去了 钢板也跟他换好了 两根剪针器换好了 然后现在有个问题 他这个前轮 不是竹签坏了 是竹头坏了 竹头 竹签走 钢瓦走外圆 这个竹头坏了 要换竹头 竹头新竹头拿来了 哎呦 在这个包工包料 还得亏一个竹头进去 两千块钱 还得亏一个竹头进去 看到没有 新竹头在这里 旧竹头在里面 走吧 走路远 不行了 还有一个问题遇到了 还有就是 这个减针器再换了 机油都不说了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漏水的地方 是从这个节温器座址里面漏出来的 我怀疑是里面跟咸水管有问题 这个得拆下来搞 很麻烦的 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漏水 这个节温器座址底座里面 我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货 不许把它拆下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麻烦了 就是这个位置麻烦 拆下来看 哎呀我的妈呀 费了好大的劲儿 把这个节温器 这个底座拿下来 看见没有 这个底座 好难拆呀 这个底座 拆在手上 找到哪里漏水了嘛 看一下是哪里漏水 我的妈呀 这玩意儿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是这个 这个鞭子漏水 结果最后我 我拆了发现 这里在漏水 这里在漏水 在这上呢 这里在漏水 原来是在后面 这个竹头 竹头漏水 看到没有 在竹头里面 水从在外边渗出来的 哎呀我的妈呀 这玩意儿 怎么搞啊 啊 这竹头漏水的话 也不好搞啊 不好搞也得修上 今天亏大了 本来这个前轮的话 就换不了竹头的 最后搞了换了一个新竹头 你看一下 啊这个竹头是新的 新新的还有这个竹头 本来是换筑成的 最后换了个竹头 现在这个 结纹器坐着的话 也是这么基本麻烦的事 哎呀 还搞成这个 比较一样 啊 那这个竹头漏水 想办法把它打成干净 看一下 怎么把它煮起来 这是结纹器的底座 麻烦 好吧 想办法煮 哎 这个结纹器底座 这个竹头漏水 嗯 没办法了 本来驾驶员不在 啊 我是想给他修好 不换这个竹 因为当时已经说好了 多少钱 给他修好 明天也不扯皮了 要不然的话 像那个前轮竹头一样的 本来我是跟他说的换竹层 但是拆下来竹 竹头的坏了 那就连竹头竹层一起换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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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就不说了 还是跟他换了吧 连这个结纹器底座一起换了 我难得去搞了 这个东西处理不好的话 漏水 很麻烦 竹头单独的买不见 只能够连这个底座一起换 换的装上去就OK了 哎呀呀 这事搞得这么麻烦 今天晚上不想搞了 明天把这个换上去就OK了 这个位置漏水 从这个位置漏出来的 亏本了 好吧 今天晚上收工了 这东西 这个车子 本来今天上午就检查了 跑了 结果晚上来 休我 还有剪的便宜 没想到还是一个烫手山鱼 好 烫手的很 其他都搞完了 就是这个问题了 OK OK 不行 明天再搞了 今天晚上不搞了 收工 好 早点休息了 我先看下来 我先看下来 我先看下来